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我是罗翠云 目前人在马来西亚吉达州的双西大年 我的讲题是创业这条路 我今年35岁 和我一样35岁会赚钱的女人不少 但坚持梦想的女人一样也不多 2009年25岁的我 开始了创业这条路的第一步 开了一所幼儿园 当时的我可说是开头万事难 处处碰丁叠叠撞撞 甚至是伤痕累累 但却因为坚持 我和小强一样的滑了下来 2016年我的事业 总算做出了一点点的小成绩 但却在那时候 七年之一样 我在短期内开了一所小学安清班 开了一所阅读班 和我一所画画班 那时候的我可威风了 去到那里大家都说 翠云你好强你好棒你好厉害 烟火非常的美丽 但非常的短暂 很快的我的分散投资 变成了分散损失 把自己搞得势头不到岸 2017年我终于想通了 事业这条路 我必须做深做透 而非做宽 忍痛了停止了三门生意 把自己的专业做得最好 风雨后 总算又出现了一道小彩虹 在这里我个人觉得 创业和爱情是一样的 你必须专益不要花心 我也想告诉想创业的朋友们 创业这条路一点都不容易 但你绝对值得走下去 谢谢